小马表示 自己并不是对母亲有埋怨有恨意 也没有在母亲和父亲之间选择站队 对此谢女士并不愿意相信 她觉得不论如何 今天一定要让儿子知道 她和前夫离婚的真相 我为什么离婚 我在这十年的婚姻中 对我的那种虐待 在和前夫的婚姻里 谢女士究竟经历了什么 她一定要让儿子小马知道 这些的意图又会是什么呢 结婚那天客人都走了 坐在沙发上 我要第二次结婚 还有没有这么多人来 我听完以后 我就气得特别不可思议的是什么 谈朋友的时候有一次 他就说你个子爱 结婚了 他爸爸就让我买增高药 长个子的药 你是说他其实一直很介意 对对 我买了吃以后胃疼 我很痛苦 他爸爸休息的时间长 我们休息的时间短 我下班回来以后 他爸爸宁可在家待着都不做饭 要等着我去做饭 然后有一天我回来 他说你要掏钱 我说掏什么钱 他说按房道门的钱 我说多少钱 他说五百块钱 一人两百五 然后还有手表的钱 他买了一个男士手表 一个女士手表 我就掏女士手表 我说行 婚礼当天 包括婚后 会让你觉得 他对你其实 并不是爱的 没有任何感情 没有合乎 还有一个最致命的事 动手 而且是在我们娘家动手 一次是我父亲 没人照顾 我就给他说 我爸 住的那个地方 离他上班 离我上班都近 我爸现在没人照顾 我们去一下 他爸说的是 我说啥你又不听 你爱做啥做啥去 我就后来想了 我说你对我也不好 我爸就这一个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这不紧接着放暑假吗 我就没回去 没回去 他就找我来了 我就没跟着回 他就生气动了手 打了我了 他当时好像特生气 他说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信谢的 我前脚离你后脚 你娶个大姑娘 我说行吗 我就很蔑视的 就进了另外一个屋子 他就揪着我这个脖领 就这样揪起来 我就打 我说你松手松手 结果他就 把我扇柄光 鼻血出来 你眼睛打掉了 后面 我就越想越委屈 我后来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我说信你信把刀 你再动我一个手指头 拿刀 剁了你信不信 从那以后 他再没敢动我 所以孩子看到的那一次 你那样歇斯底里地 对待他爸爸 是这些情绪的一个积累 太多太多了 小马从妈妈讲述的 这些往事里面 你听到了什么 确实很多是我之前 没有听到的吧 因为我爸爸 从来不提这些事情 所以说我只能单方面地 从我妈妈这里听 就如果仅从我妈妈的这些看 确实我爸爸做了很多 就是 我觉得是我无法忍受的事情 我觉得是可怜我妈 但是 有点像鲁迅说的 哀气不信 怒气不争 我很多时候跟我妈妈 讨论我爸问题说 要是我的性格 我绝对不会 在那么早的时候 用顺从的方式去做 可能从吃增高药 那时间开始 我就可能会很强硬地 去对抗事情 小的时候 我对我爸也这样 因为我发现 对于我爸爸的性格 你一开始 一个口都不能松 你要很强硬地 去表达你的立场 他才会 表面上愿意 去跟你说说事情 这是我跟他 一直的沟通方式 所以说 我跟我妈很多 就是我心疼他 但是 有很多愤怒在里面 我其实对我爸爸 也不算亲近 主要更多层面上 是不想把关系闹僵 我不希望家庭 太过于破裂 寻找一个平衡点 让我爸爸和妈妈 都能开心一点 我也不希望 太偏向于我妈妈 然后让我爸爸 觉得不开心 或者说觉得 白养了之类的这种 可能我妈妈 肯定会觉得不舒服 就是说 我对你培养 付出是最多的 是 你爸爸也只是 给你钱 或者经济上的支持而已 你不应该 偏向你爸爸这么多